原本在去年12月经专业选址与设置规划研究评估后 而拍板定案将国家级原住民博物馆 设置在新北市三英新生地的规划案 历经一年政党轮替后 却因政治倾向思维而让原民馆选址谋生变数 无党籍的新北市议员苏友仁也表示 在座评定也只是多此一举 在我颜色的执政就不再来评定 再怎么评定 既然专家、学者都评定第一名 你还知道怎么评定 我看还是第一名 不说这样停桌差那样 所以这多此一举 新北市三英新生地 因位储最大都会原住民群居区 符合国家级博物馆主体性的宣誓 又临近新北市立美术馆 英哥陶瓷博物馆 由博物馆群居效应 且交通便利而却凭重选为国家级原民馆落脚地 面临重新选址 新北市文化局和原民局 也立表新北市政府积极争取的态度 我们从取得的成本 推动的骑程 交通的环境 周边的资源 还有包括我们新北市政府 营运这个博物馆 甚至我们地方艺术家 还有这个将来这个国际事务的这个推动 我们不管从哪一个角度来看 三一新生地绝对是平比第一 然后绝对是我们这个国家级原住民族博物馆 设立的一个最佳的一个地方 从原住民的立场来讲 我们非常希望国家可以 中央政府可以尽快的完成国家级原住民博物馆的新建 不管他今天重新选址 有多少地方政府来争取设置 那我认为中央应该要考量的是新建的时程 我们希望国家级博物馆尽快能够完成 让大家可以在这个博物馆里面认识 跟了解原住民的文化 在新北市在三一新生地 这所有的期程是最短的 面临国家级原住民博物馆重新选址的考验 新北市政府以全力配合 积极协助中央建设的态度应对 为新北市为原住民文化的推动再努力 中家新闻吴佩山英哥报导